几家花乐几家愁 聂巨头胶着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看热闹的投资者们越聚越多 聂家暴涨后一泻千里 这波起伏不定的走失背后 我们看到了人生百态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3月初 聂气汇的价格连续刷新历史新高 起初人们还觉得原因是作为世界第三大 聂金属生产国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 所导致的供应链恐慌 但当链的价格突破5万美元关口之后 持续上行一路涨到10万美金每吨时 投资者们沉默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链价格今天内接近200%的涨幅 我们之前出过几期关于链的公众号文章 关注我们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 作为上游链元素的开采方 青山控股需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内的链元素 进行价格的风险管理 因此青山控股长期使用远期合约做空链 通过套期保值以对冲风险 由于此次青山主要生产的链和它做空的链并不是同一种 风险也由此而生 在俄乌战争打响 俄涅被提出交易所无法交割之时 其他大型机构又以推高涅价 成功导致青山集团开出的空单 因交不出现货而面临巨额的赔偿费 从前只知道丰收季节是机构们割韭菜的好时机 这次的难得一见的青山涅事件 也给很多公司上了一刻 风控的重要性 在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走势之后 涅矿也正是被投资者们所熟知 澳股中受到青山涅事件影响最大的主要股东 为青山控股的NIC 此次因人为操作导致的涅价事件并不多见 且已经脱离正常走势 对涅以及相关股票的分析 还是应该理性地回归到涅本身的用途 和它的公求关系 以及公司的基本面上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